好,我们现在面火好了,就这样,赶成这样。 这里是火的面。 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Jason,欢迎大家来到家庭美食海外版。 这个火的面,看到没? 现在开始切这个饺子,搓圆了,拉长了。 好,就这样。好,开始切。 这样切一样,翻过来,这样它就不会粘连。 好啊。 剂子要切均匀。 好,我们就先切这个。 因为墨西哥这边蒸发量很大。 所以说,没切完呢,一定要放在这个融合盘盖。 好,就用来面铺撒一撒。 好,不错。 再多一个面铺,拼到一边。 好,再把剂子捞出来。 我今天弄的面铺有点多。 面铺,我们北方人要面铺。 就是,不让它粘连。 好,这样。 我先把它擀杂。 这是我在这里做的擀杂。 它在北方是两头尖,中间粗的那种像。 这种垂形的那种。 就是这样。 压一下,再翻着再压一下。 现在它压了。压成片。 北方化椒片。 其实就是压成一个小饼铃。 压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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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压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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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如果是中间处两圆间的小杆杖,那杆杖太漂亮 如果说这边有点粘的,转圈 如果这个不会弄的,就这样杆一杆,抹抹方向也可以 擀一擀,抹抹方向,一样 不要擀的太滑,太滑包的时候容易把饺子煮烂,也容易包烂掉 捏的时候容易包饺子捏,捏这个边点,因为它搞烂掉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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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快一点,好,好,好 好,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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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这个端在里面 我把这个端在里面 好 这是今天盘前两个视频盘的角度去 好,现在我们大家包出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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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拿这个角度,然后拍干净粉 拿去麻辣椿 好 这个筷子在里面 拨一拨 好 有点太靠上了 看着很难看,在面皮上给它刮一刮,不让它在上面有馅和韭菜。 一是不好看,二是拿筷子不好拿。 有人喜欢用勺子也可以。 还有一种,我们北方那种,专门包饺子的一个饺子,一个气,就是说,大概这么长。 我们是家庭版嘛,就这样。 反馅,反进去。包馅的时候,一定要注重馅的多少。 不能太多,太多,你包不住。 所以说,和面的时候就要和了,不要太硬。 现在中间捏一下,中间捏一下。 好,这边,你看了,有想露一下的。 这面,和了比较贪Q嘛。 就是说,让它拉一点,轻轻的拉一点。 先就这样。 拉一点,拉一点,这样。 拉一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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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一点。 好,就成了。 这个右手,有点翻。 好,再捏一顿。 要捏底,不捏底,煮的时候会烂馅,出来了。 好,放到这儿。 再包。 一定要注重馅的多少。 要多。 初学者,帮助手下不要多。 下多,你包不住。 对不对? 你看我们这儿。 好了,先出行,捏合一起。 有人快来就从中间开。 那不是包饺子,它们是挤饺子。 好,这样弄了。 好,再左手这样。 看,这样,左手弄得这样。 好,接。 好,出来了。 好,漂亮了。 嗯。 填馅的时候,要筷子。 我是用筷子用罐的。 这样。 大概一看,就能知道。 但是你初学者真的不要弄了太多。 太多,你这馅包不住。 你看,包好包了吧。 嗯,往上拉一点。 但是一定不要露馅。 包饺子最忌讳,把馅露出来。 好,好,包饺子这样。 从这儿。 左边捏到右边。 镜头的问题,可能方向会反。 因为我这个设备就是一台手机。 哪里。 这儿一定不要吓得多了。 吓得多了。 放不住露馅了。 那一是不好看,二是一煮,煮了满锅子都是饺子馅的那种,汤都没法喝了。 好,在那里,很漂亮了。 我前期都给他,上两期节目我都讲了,我喜欢吃这种菜多了,肉少了。 你看他这个,武器隔着一点,蒸发量很大,这脚,你看他这几分钟,这脚,掀起感的都响,边上都响,一硬了。 千万千万记着,馅儿不能甜多。 你看,如果量多了,我看已经怎么包不好包了,就这样拉,拉起来,哎,拉,拉。 起来还是,这边有点多,啊,就把它去掉。 千万记着,不能让他把馅儿露到外面。 这是最最重要的,包饺子要切记的。 好吧,就到这里,谢谢大家观看,我叫杰森。 请点赞,订阅。 我吃不过来,还是们在说,我吃不过来,。 对,我们的这些小匙。